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Goby 前陣子我在Instagram post了這張照片 知道大家都很喜歡這個花 所以今天就特意和大家分享這個很有夏日氣息的夏日美甲 我們來看看需要準備什麼 不少的當然是有抵有 保護自己的指甲油是很重要的 另外還需要一種白色的顏色 由於今次是選一些很淡的顏色系列 所以你需要粉黃色粉紅色和一種粉藍色 其實選粉色系列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今次的顏色是很軟的 還有一種免油 另外還需要化妝棉 你隨便拿你用的化妝棉再把它們撕開小小 準備好了 然後由於要夾起很小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需要用到眉夾 我們來看看要怎樣做 時間關係我已經預先塗好打油和兩層白色 在等乾之後就開始進入重要的步驟 其實重要是很簡單的 你需要需要一張紙 然後把你要上色的甲油滴在紙上 然後就用海綿 你夾起它 然後拿一點 記住份量不需要太軟 你可以在紙上忍忍忍忍忍 然後等它剛剛好沾到少少 你就可以開始忍忍忍忍忍忍 讓它好像吸引人仔 對了 顏色你可能會看到一塊塊的 好像不太平均 其實等一下我們做最後一個步驟 就可以讓所有東西都調整 但現在這個步驟 就先到這裡 我一次過已經弄好我五隻手指 藍色和黃色的步驟都是一樣 記住在每一隻顏色和顏色 即是上不同顏色的中間 記住等它們乾掉 你才會再好上第二隻顏色 這樣很隨意 其實這些款式簡單單單 隨心所慾 就是最漂亮最自然的 在這個時間就等乾 最後一個步驟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就是塗面油 為什麼特地一定要塗面油呢 其實這個步驟是令整件事完滿了 因為當你塗面油之小 它就可以把底下的甲油 不知為什麼 好像混合在一起 令到所有的邊緣 立即變得很軟 好像融為一體 就是這麼簡單 塗完面油 記住不要亂走 好 坐下 坐定定 等乾吧 等待大約15分鐘左右 那就已經完成了 謝謝大家收看 都知道很多朋友喜歡畫畫畫 所以特地製作了一個 關於美甲的Playlist 如果大家喜歡看 就可以點擊一下螢光幕 或者去Info Box找詳情 我會在那裏寫全部出來 如果大家在製作這個花的時候 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去我的Facebook 問我問題 聊聊天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Bye